要讓爸爸健健康看 平平安安快快樂樂 40歲的羅杏偉 過往做廚師及妻子育有8歲及3歲兩子女 今年2月他因嚴重咳嗽全身痠痛 進行武漢肺炎篩檢後沒問題 卻發現是罹患四期肺腺癌 轉移至腦幹脊椎 我也告訴自己要健強起來 養蝦油 趕快耗起來 我的時候滿頭大汗忍著疼痛 我真的很希望那個痛轉移到我的身上 能夠讓我分胎 幫他分胎一點疼痛都好 羅杏偉因癌細胞轉移 後續至少要治療半年以上無法工作 現一家四口僅零有弱勢而少8000元 但僅至8月 另有公所及全聯單四級難金共3萬元 但每月房租就要1萬多 一直告訴我說 他還看得到媽媽 所以爸爸一定會好 聽在耳裡真的是酸在心裡 我只想跟我的老婆跟孩子 這樣 再等等我 再等我一下 我會趕快好起來 我還是以前的老公 我還是以前的爸爸 不疑 因此 危險 排個殡 對 感谢观看